我之前答应小美等她把驾驶证考出来 我就送她一辆车 但是纠结买什么牌子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麻烦大家给我一点建议好不好 小美啊 你喜欢什么牌子的车呀 你不是要给我借钱买武林湖宫吗 那我借给你去拿纸写借条 快点去啊 你还真的生气了呀 哼 我是跟你说认真的了 等我们确定好了大概的一个牌子方向 我们到时候去试驾一下嘛 其实我也跟你开玩笑的 这辆车开开挺好的 不用送的 到时候我们坐到长沙了 你有辆车也方便一点嘛 然后你现在考出了驾驶证对不对 也应该买辆车给你开一开过过瘾 你大概喜欢什么样的牌子 我们是有个大概的方向嘛 这样子才好去选对不对 那买辆便宜一点的就行了 我带带步就可以了 小美我跟你说实话啊 要是现在我们买车 太便宜的也没必要 你想想我当时24岁就买了50多万的奔驰 对不对 你现在也25岁 现在要换 最起码不能低于我那个标准 不然就没换的必要 又在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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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那电车呢 电车也行 这样吧我大概问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吧 你是喜欢大一点的车还是小一点的车 我喜欢大气一点的 最好是大气 哈哈哈哈 那你是喜欢SUV还是喜欢轿车 我喜欢越野的大气 轿车太小了 就写块大就还用你 如果你喜欢油车的话 那就写BBA吧 BBA是什么 就是奔驰宝马奥迪哦 嗯 那我知道了 那比较适合的嘛 那奔驰GLC 宝马X3以上 奥迪嘛Q5以上 如果选择轿车 那奔驰一级啊 宝马5C啊 奥迪A6啊 这些都是可以看一看的 如果这些不合适 我们再去看看别的牌子嘛 那电车呢 电车像蔚来理想比亚迪 这些都可以嘛 不知道华为的什么那个问界怎么样 还有就是像小鹏就不考虑了 对吧 名字我不喜欢 特斯拉也不考虑 是吧 就这些 主流的嘛 那也太麻烦了 算了别买了吧 你老公答应你的事情 那就要说到做到 怎么样 你是现在写自己看一看图片 还是截去赛斯电联系试驾呢 我觉得理想还可以 理想是不错的 上次我们去长沙试驾 包括各方面都还挺满意 因为我们现在换车嘛 要考虑到一个是 舒适性和安全性 因为我们经常开长途嘛 对不对 这样吧 我们先去试驾下别的车子 多看一看 如果还是觉得理想好 那我们就学理想 如果有更满意的 我们就学其他的 好不好 好吧 那就听你的 是吧 你是不是想开这一下车呢 嗯 他现在开车已经很大的 哈哈哈哈 要有老四季坐在旁边 例如像我这样的 那你坐旁边啊 第二个呢 小缺你刚开始暂时 不让他上车坐你 那我就开不了了呗 现在 也可以开 我坐旁边就可以 那你女儿呢 完全啊 我女儿把它认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小美现在特别想开车 我看到能不能这里掉个头 如果这里能掉头 这证明他还可以开了 我看你这一万块钱 学车费有没有打水片了 那些启动 你把那个打上来 往上 往下面关 哦 然后 然后挂道等啊 手下 手下 关掉 你关了吗 你先把窗户打下来 我要给你关门来 你弄吗 窗户怎么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挂道等呀 挂了呀 挂了你慢慢的松 好好好 好 你不要做这个不安全了 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举个比方 你想要尾巴往那边去 你就方向往这边打 如果你想要尾巴往这边来 你就方向往这边打 你现在想要 应该往哪边打 那边打 对那你就往哪边打 对对对 别笑我嘛 你笑 哈哈哈哈 你打呀还不打吗 你还不打得要倒出去了 你这条路出得去吗 你试一下 你可以嘛 果然这个花了一万元 一万多块钱的这个技术还是不一样哈 看能不能倒回去 不知道要掉了是怎么办 掉不下去了 这个人馋的不行了 看狼要坐 你想坐慢慢的车对不对 嗯 想坐啊 你走就行